修罗武神 第5974章 迫不及待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一炷香的时间过去 楚风立刻发觉变化 随后磅礴的阵法之力自楚风掌心释放而出 形成一个巨大的阵法球体将所有人包裹其中 阵法如画 美轮美幻 围绕众人旋转 但那并非是画 而是由复杂的结界符咒组合而成 这阵法 可看到那阵法球体 图腾九道 包括龙一 龙二 龙三 以及龙四在内 无异不是眼睛瞪的老大 他们看出来了 那是阵法布置图 那阵法 布置图极其复杂 但却极其精妙 以精妙到了一种 超乎他们想象的地步 所以才会如此惊叹 于他们眼中 这阵法布置图 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 能够征服他们这种级别界灵湿的艺术品 楚风少侠 你 你到底什么人啊 先前还质疑楚风的龙四道长 此刻看楚风的眼神完全变了 竟有着一抹浓郁的忌惮与敬畏 他被楚风这阵法布置图 彻底征服 这是楚风为他们打造的 准确来说 是为龙一龙二两位真龙巅峰打造的 可这不应该是一个神袍界灵湿能做到的事 甚至连他都不可能做到 但是楚风就偏偏做到了 这是他第一次 直观地感受到 楚风的本领 这是超乎想象 跳脱正常法则的本领 可偏偏他就这样发生了 前辈 我只是无名小辈 楚风对着龙四道长淡淡一笑 旋即看向龙一龙二两位道长 麻烦两位前辈 按照我的阵法布置 应该可以应对此件 好 龙一龙二两位道长 并没有丝毫质疑 而是同时印象 楚风这阵法布置图虽然复杂 但却讲得明白他们这种境界 德界灵师自然看得清楚 正应看得清楚 他们才毫不质疑 因为这阵法不是单纯的一座阵法 它是由多种阵法组成的阵法 最主要的部分 当然是对抗这封锁大阵 但却也融合了隐藏阵法 以及伏击阵法 伪装阵法 甚至传送阵法 这座阵法 能够让他们对抗大阵的同时 使得九位道长隐藏起来 并且能够隐藏得很深 这阵法由他们来步 由他们来催动 但外人却看不到他们 并且 若有人靠近 也可以进行伏击 伏击谁 自然是七届圣府的人 就算不敌 也可以逃离 因为还有传送阵法 这些阵法 每一座都极其了得 融合一起的难度 更是可想而知 这是他们都做不到的事 甚至是不敢想的事 若是之前 有人告诉他们 他可以布置这样一座 精妙的阵法 他们一定会一个大嘴巴子 抽翻对面 布置此等阵法 这怎么可能 可现在这种不可能 就出现在他们面前 并且他们一眼 就看出了可行性 完全没问题 因为这阵法 着实太过精妙 精妙到连他们都叹为观止 楚风少侠 这阵法是你师尊传承于你吗 不知这阵法是为何阵 怎么会如此精妙 当然 老夫只是赞叹这阵法的了得 楚风少侠可以不答 龙一道长笑着说道 语气甚至有些谦卑 他也觉得楚风身后 必然有能人撑腰 对前辈 没啥不可说的 这就是我刚刚在祖武界宗得到 我所得到的乃是天 到秘点 这个阵法 便是天道秘点中的初阶秘点 楚风如实说道 初阶秘点 听闻此话 图腾九道皆是神色一变 怎么从未听闻 天道秘点中 还有初阶秘点这一说法 楚风少侠 这初阶秘点也是阵法吗 龙一道长问 是阵法 但又不是寻常阵法 此阵可应对诸多阵法 千变万化 难道之前前辈 未曾听闻过 这初阶秘点 楚风问 没有 七界圣府 也掌握着天道秘点 可从未听闻有人说过 谁掌握着初阶秘点这一手段 初阶秘点 还是第一次听闻 看来 是这初阶秘点太过了得 七界圣府 也是不肯外露 龙一道长探道 随后 龙一道长和龙二道长 一边逃脱 一边按照楚风的阵法图 开始布置阵法 随着时间推移 阵法也随之完成 见状 楚风却立刻到前辈 先不要急着应对 稍微减缓一下速度 另外应对之时 我们示弱 勉强支撑即可 最好让他们以为 我们被困住了 且撑不了太久 明白 龙一龙二两位道长 会心一笑 他们自然知道楚风的意图 于是按照楚风的做 并没有立刻运用阵法应对 而是故意减缓速度 等着身后的大网追上来 可忽然 虚空之上雷鸣四起 滔天的结界之力 如巨浪 一般于虚空奔腾 向大网汇集 如此状况下 不仅大网面积扩大 速度也是 急剧提升 看来 不用减缓速度 也是注定要 被抓住了 见此一幕 楚风等人都明白 在他们 准备应对措施之际 对方却在增强 这封锁大阵的力量 很快 大网落下 将楚风彻底封锁 但是 却在将楚风彻底包裹之际停了下来 一股强大的阵法之力 正在对抗那张大网 而九位道长 也是随之消失 是隐藏了起来 这都是楚风的那道阵法的力量 与此同时 封锁大阵的阵眼内 七届圣府的众位长老 也是忍不住发出欢呼 之所以如此高兴 是因为他们 终于将楚风抓住了 只是相比于兴奋的众位长老 掌控大阵的灵眸子 眼中却闪烁着一抹不安 封锁大阵 虽困住了楚风 但却受到了一定的阻碍 并未彻底抓住楚风 可以确定 那力量是阵法 但却感应不到 阵法催动者的修为 不像是有人在护着他 莫非楚风真的没人守护 而是他的身上身上 真的有着如此强大的宝物 灵眸子正分析着 借天却忽然开口 管他有什么宝物 现在已是瓮中之鞭 我要亲眼 看着他被困住的模样 此刻的借天脸色铁青 嘴唇惨白 宛如将死之人 就连起身走路 都有些摇摇欲坠 这是他掌控阵法之力 所付出的代价 他也是能抓住楚风的真正功臣 是他用血脉之力 彻底掌控了 封锁大阵的力量 见借天如此虚弱 便有长老上前搀扶 不用 我自己能走 但却遭到了借天的怒斥 怒斥过后 借天便踏入传送阵大门 他满眼期待 甚至迫不及待 迫不及待地 想要看到楚风的败者姿态 本章完